來到你給我放空 來放空 這個大名不當的爺爪 還敢對長臂動手 我今天來 就是給你們顧家最後一個機會 如果能給我媽一個名範 我就說服喊走 放 哎 顧錦珊我告訴你 只要我成領活在世上一天 你媽那個小山 永遠不可能名字嚴肅的進入我們顧家大門 哪怕他的牌位 你你你敢當我 這一巴掌 是我告訴你們顧家 從今天起 你們的好日子正式到頭了 警察 趕快走 是 警察 這一次你不會再猶豫了 絕對不會 一切都是按照你提議的來著 分不下去 三天之內讓顧家破產 警察 你會不會覺得我這樣做 自己分 你覺得他們顧家應得的抱怨 警察 如果 你從一開始遇到了就好 看 駱駱駱駛 我那麼希望 可能只會你一開始就站在你身邊的那裡 沒有 那是韓家的大小姐嗎 話說出來就是嚇唬嚇唬你的 話說出來就是嚇唬嚇唬你的 我還真就不信了 就憑他跟顧挺直 才能算出什麼浪 完了完了 顧家的大小姐 發 你又去問他 空娘父 想說什麼 剛剛川家的檔事會的消息 說說顧家最大的鼓勵 已經撤赦了 現在公公盒 ako了 資金危機 為什麼會通知我 因為他們就是因為你才撤赦 他打起了 他們就要舉報 說是因為你亂搞辦的關係 你想十分惡劣 董事會這個考慮,要不要開罰你 媽,這怎麼辦呢 絕對不能讓公司開除我呀 媽 這個怎麼辦呀 絕對不能讓公司開除我呀 兒子你別急 我們趕緊收隨一下去公司 我們一定要向董事裡對我們的說感 走 對對對走走走 不可逼 我手撕 我怎麼樣 你們在幹什麼 顧其上 你還有戀愛公司啊 我憑什麼不能來 我還想問問你們憑什麼開除 你看看你 是 你自己合對了誰 心裡不清楚嗎 再怎麼說也不能因為這件事情 就開除起勝吧 這話你去和董事會還有股東們說 他們現在紛紛要撤資 統一口徑說 只要顧其上在公司再待一天 就再也不和我們顧氏集團合作 你們非要逼死我們顧家嗎你 你要怪就怪你的好兒子 你看看他幹了什麼好事啊 你們以後再也不要在公司出現 丟人現役 那我從來還看這個 郭總 來了 你有沒有搞錯 你叫他郭總 錯 這是我們顧氏集團新上任的代理總裁 他顧景城不过就是一个小三生的野总 他凭什么当总裁 你要是再敢对我妈妈出言不信 你绝不容 儿子 儿子 你没事吧你 顾景城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谭总已经收够了顾景城 而我 就是很严重的 你这些东西 都已经在家里了 啊 你这些东西 啊还是你在这房子 我去家 不行 这个公司是旗子的爸爸 来手起家打听出来的 你们不能说开出就开出啊 这 你几下 你要是不想走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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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嗯 嗯 你看 我们还缺个扫厕所的啊 要实在不行 干嘛 啊 哈哈哈哈 你 你 你们 哈哈哈 啊 啊你可偷啊 没事吧 啊 嗯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妈可能是自己中风 医生妈会醒不了 嗯 还有啊 医院刚刚脆脚一样跌了 我说钱不够了 都怪你平时花钱大手大脚 怎么现在连妈连要废语打出来 你好意思说我 妈这样还没都是你气的 你别吵了 你这边是医院了 你这边是医院了 现在怎么办 哎 你干嘛不去找何小姐 怎么那么急 他们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 对对对对 我现在马上给陆远打个电话 什么病 没有 电话一直到 陸家都破產了 老娘才不知道自己怎麼變 呦何如煙 你這是打算跑路了 什麼呀 哈若雪你這個介紹流遠一點 沒空搭臉 你現在想跑啊 也是為了你 你就是何入烟吧 你是誰啊什麼事 精神舉報 你參與國外一起重達經濟詐騙 根據相關法律 我必須帶你回去配合調查 胡說 我怎麼可能是什麼詐騙犯呢 我已經調查過了 你在國外欠了一大筆錢 而且還是在逃的經濟詐騙犯 這次回國就是想敲詐顧家一筆錢 沒想到在這個結局上 顧家竟然破炸了 你 開手 啊 啊 你 韓若萱 我不會放過你的 等你從牢裡出來的再說吧 如燕 我現在有局勢找你 如果你看到 馬上給我回個電話 哥 你別找那個何如燕了 已經沒有用了 什麼意思 你自己看看 他竟然是詐騙犯 看來他從一開始就是沒安好心的 從他回國開始 就開始算計我們顧家家產 原來 這有什麼平局 我早就覺得這個何如燕不靠譜 可是你媽媽就是執迷不悟 一心像拍賀江 誰能變大 這何家的大小企 現在被網上通緝 居然是個詐騙犯啊 哥 你趕緊想想辦法 幫我顧家就完了 我沒有什麼辦法 也不知道那個肚子 你也說 到底又是這個 只有多了 韓傻 現在 還當場的故事 正在 你要不去求求他 求求他放過我們 我哥我就算是死了 也不會去跟那個顏總低頭認錯 滾 找你啊 這都是上輩子找的孽啊 還能不能 我 警察 我是奶奶啊 我有話和你說 能不能介紹一面 說吧 找我手上 來 奶奶 你這是做什麼 求求你放過顧家吧 你真覺得 顧家破產 是我做的 我知道 這些年顧家對不起你 那都是上一代的錯啊 你們 不能繼續 背負著仇恨 往下走了 求求你 放過顧家吧 顧奶奶 你這不要為難解 我告訴你 顧家破產 和開出顧其聖這兩件事 都是我找來做 顧家破產 和開出顧其聖這兩件事 都是我找來做 你 難道 你就是林海市韓家人 我做這些 只是為了讓顧家得到應有的表情 當初 你們是怎麼對我和錦成 如今 我全數還回來 是 以前都是顧家對不起你 但是現在這一切 都是報應啊 若雪 要不 你就放過顧家吧 錦成 你就是太心軟了 若雪 顧家已經得到了應有的教訓 我們也不能用處分來折磨自己 我們還要開始新的生活 讓我放了顧家 也不是不可以 但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節日起 給錦成的媽媽一個正式的名字 讓她簽入顧家祠堂 也能得到後人的供貨 好好好 我答應你 我立刻讓人去辦啊 若雪 謝謝你 錦成 上天讓我遇到這麼善良真誠的你 是我該說謝謝才對 若雪 你再等等我 我一定會給你一個驚喜的 那 我先送她來回去 好路上注意安全 晚點我去接你 奶奶 您去哪兒了 我到處找你呢 親生啊 你放心吧 你弟弟啊 而且說服韓家 打算 減輕對我們顧家的打壓 你居然去找那個爺總 奶奶 我說過 那個爺總他根本就不配著我爺爺 你給我閉嘴 奶奶 你居然問那個爺總把我 奶奶 你不要再執迷不悟了 我們父家 只因為有今天 還不是你和你媽 態度榮華不會說導致啊 顧錦成 這一切都是你的錯 都是你保害的這樣 看什麼看 若雪 我已經把奶奶送到家了 那我現在去找你 不用 我待會吃好飯我就回去了 若雪 我有話的想對你說 好 我等你回來 誰 你 既然是你 請 顧錦成 就讓一切 有個情侶給付 姐姐怎麼去到這麼久還你呢 大小姐 大小姐 大事不好了 我正要去找你呢 剛剛 景成去送姑娘娘回家 這麼久了她還沒有回來 你去開車找找她吧 大小姐 我要做了就這件事 你快看她這段監控錄像 景成 顧錦成 她怎麼了 現在有沒有她能下落 可姐 我現在就派人去去找 你 警察 你沒事吧 喂 別走 你給我審一審 看看 這是誰呀 布錦成 如果你不想死 就放了景成 嗨 見人 你他媽到現在還敢威脅我 你信不信 誰就把我殺了 住手 布錦成 這個瘋子你給我住手 潘若雪 看來你很緊張她嘛 那你有本事啊 自己過來呀 景成 景成 去找全球最裡邊的黑客 還有最厲害的顧勇兵 不管花多少錢 都有多少人力 我要在一刻鐘之內知道她的位置 大讓杜錦成 我讓她死無葬身之內 遵命 你冷靜點 只要做了辦法 只要我現在 你別過來 你有什麼事都可以死 只要我自己 姿勢 趕快救手 你已經被我們那人包圍了 韓若雪 你這個賤人終於出現了呀 趕快放在手裡的東西 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丟蛋了 若雪 你別過來 這裡危險 你這把我閉嘴 你沒有人知道你的問題 不過沒關係 我就是等你們來 跟你同對於盡的 顧其舍 你有過一萬次可以回頭的機會 可是你偏偏走上了不歸路 那一切還不是把你們走 我沒錯 我永遠都沒錯 是 啊 嗯 手機 你冷靜點 什麼做的辦法呢 只有我現在 你偏偏 你別過來 你還有什麼事都可以死 不是 天啊 我現在 你不然 你已經沒有我們那人包圍了 韓若雪 你這個賤人終於出現了呀 你剛剛放在手裡的東西 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有東西 若雪 你別過來 這裡危險 你怎麼閉嘴 你別以為我賺你的負責 不過沒關係 我就是等你們來 跟你同歸於盡的 顧騎士 你有過一萬次可以回頭的機會 可是你偏偏走上了不歸路 那一切還不是壞你們的錯 我沒錯 我永遠都沒錯 4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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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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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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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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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就是你真没事 是不是有事 你根本就不是 做孩子的这个事情 就是孩子的事 我知道 警察你别生气啊 只有我又要骗你 我那个时候 加个那么多的反对我朋友 我还有很多事情都要注意 我没有生气 反而 发生了孩子 因为我知道 即使你摆脱了韩家 摆脱了韩总这个身份 你还依然是 我还是会依然害羞 他说 爱慕 什么时候准备的戒指 你早就准备 一开始 我觉得你只是可疑我 想要利用我的身份 能利不住你 在后面发现 你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 在我知道 顾佳这样对你之后 我觉得一个善良的女孩 应该到处这样子来 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永远的守护在你身旁 送你一个保护准备的女孩 你 我愿意请吃我愿意 老爷年纪大了 需要您去为家族分担一些事物 还有 你可以呗 韩菲尔走美国吗 不 大众大家好 大众一好 锦琛 马上要见我的家人了 害怕吗 有你在什么都不怕 对不起 大小姐 韩家拒绝外男拜访 这个男人不能进去 他不是什么外人 他是我的未婚夫 他似乎还没有得到家族的认可 依旧是外人 让开 树难从命 难道我唐的韩家大小姐 连这点权利都没有 韩大小姐可真是好大的威风呀 可惜啊 你很快就要失去这个头像了 韩菲尔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还不明白吗 为什么父亲这么急着要把我们叫回来 因为他老人家年纪大了 韩家需要继承人 但只需要一位 看来妹妹 是志在必得了 我可不敢递父亲做决定 不过嘛 我想他应该不会立以为保洁做继承人吧 韩大小姐以前住过保洁 社区体验生活呢 还是骨子里面就是贱呢 你告诉他说什么 你说 质问我 你 思言啊 可是牧师集团的执行总裁 身价千亿 我奉劝某些阿猫阿狗啊 还是不要自取其辱的好 若觉不管做过什么工作 都比你这个试杀亲人的废物 强一万倍 这还轮不到你这个外人在这说话 晚上给我滚出孩子 死责保罗什么 难道你又要买凶杀人 除去我这个家族继承人这个阻碍了 韩哥 你这个是一个人 一个人贵 韩若雪 你自己在学后还来试试 看来我这个姐姐该教训教训 韩若雪 两位小姐老爷让你们早点进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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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来了 哦 你身边那位 这是牧总吧 贝尔这丫头很有充心 贝尔赴美留学这么多年 哎呦这一回来呀 感觉真是大变样了 更有上流精英的气质了 是啊是啊 咱们寒假出凤凰了 不错 我